每一个日本人的一生都逃不过三件事情 死亡 税收和财团 自19世纪以来 财团便掌控着大量的日本企业 主宰着日本的经济名脉 这里就是驻有财团白水会的起源 他们是如何发展成如今的商业帝国的 今天社长就跟大家聊一聊这四大财团的故事 哈喽 大家好 社长带你看日本 大家好 我是社长刘洋 你可能坐过丰田的汽车 用过冬芝的电器 也可能喝过Sapporo的啤酒 吃过711的饭团 还可能用过泥漂的手指 附过加奈宝的面膜 但是你也许不知道 这些看似完全没有关系的大品牌 其实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熟悉日本商业的朋友可能已经猜到了 没错 他们都属于大名鼎鼎的三井财团 然而像三井财团这样的巨无霸 日本还有三个 他们就是三菱财团 猪油财团 以及富士财团 是的 社长在之前的节目里挖了很久的坑了 现在终于要来填了 他们是如何发展成如今的商业帝国的 还有我们耳熟能详的 丰田 日产 索尼 松下 尼康 佳能 这些大企业又都分别属于哪个财团呢 废话不多说 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 在四大财团中 实力最为雄厚的当属三菱财团 说起三菱财团成立的历史 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 当时其创始人 严齐 弥太郎在屠左番经营运输生意 主要是储藏并贩卖来自各地方大明的货物 转贼一点发生在1873年 这年 弥太郎花重金购来了三条大船 并成立了三菱商会 开始了经营海运和商贸的业务 从此走上了做大做强的道路 1885年 弥太郎去世后 他弟弟 严齐 弥之柱 继承了三菱商会的经营大权 并在1893年设立了三菱合资公司 更进一步的扩大了营业范围 该公司通过持股的方式 设立了众多子公司 逐渐进入造船业 采矿业 铁路运输业 贸易业等行业领域 形成了三菱财阀 借助两次世界大战 大发战争财的三菱财阀 事业突飞猛进 成为了日本经济的一大巨头 但好景不长 二战结束后 三菱财阀被迫解体 不过虽说被解散了 但却没有出现 树倒湖村散的场面 三菱财阀的各家公司 依然藕断丝连 并且在战后不久 又重新组建成了 现在的三菱财团 此后 随着上世纪70年代 日本工业的强势崛起 三菱旗下的众多企业 逐渐发展成为 全球知名的大公司 三菱财团也一跃成为 日本第一大财团 奠定了其统治地位 如今的三菱财团旗下 有着不计其数的公司 但集团的核心 主要由三菱UFG银行 三菱商市 三菱地索 三菱重工 三菱电机 三菱汽车 麒麟啤酒 尼康相机等 28家大企业组成 这28家企业的社长们 会在每个月的 第二个星期五 组织社长会 日语里的星期五 叫做Kin Yobi 因此三菱财团的社长会 也被称为Kin Yokai 也就是金要会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 三菱财团 三菱家族的原祖 可以追溯到300多年前 其创始人三菱高丽 于1673年在江户 也就是现在的东京 开设了一家 买卖和服布料的商店 叫做三井月后屋 这就是现在日本知名的 百货连锁店 三菱百货的前身 到了1720年代 三井高丽又开设了 办理银行汇兑业务的 三井钱庄 成为了商业资本 加高利贷资本 同时他还资助封建主侯 替德川幕府包办汇兑 作为御用特权商人 而成为了富商巨股 在明治新政权和德川幕府 斗争的岛幕运动时期 三井家族再一次 看清历史形势 转为大力资助明治新政权 为军队支付军饷 当后来明治政权 获胜后 看着当初力挺自己的 好兄弟三井家族 自然要好好报答一番 于是三井家族 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在1876年 以掌握官银为基础 开办了日本第一家 私人银行三井银行 1910年 三井家族成立了名为 三井和民公司的总持股公司 通过该公司 三井家族的触角 伸向了几乎所有领域 控制了一大批中小企业 形成了近代的三井财阀 有了政府的保驾护航 接下来的两次世界大战 又让做军备生意的三井财阀 赚得盆满钵满 一时间三井财阀 风头无两 旗下公司多达273家 成为当时日本第一大财阀 然而到了二战结束之后 与前面讲到的三井财阀一样 三井财阀也无法逃过被解散的命运 更为悲碎的是 由于三井财阀和日本政府的关系最为密切 所以对它下的手也最狠 打击也最大 以至于之后重新组建三井财团的过程 也要比其他财团要来得更漫长 真的是应了那句老话 出来混早晚都是要还的 如今的三井财团是日本业务覆盖面最广的财团 从核电站到鸡蛋 几乎人们能想象到的产业 都有它的身影 旗下主要有樱花银行 当然现在已经与柱油银行合并为三井柱油银行了 还有三井物产 三井不动产 丰田汽车 东芝电系 王子之旨 三月百货等26家大企业 而三井的社长们会在每个月第二个星期四举办社场会 日语里的星期四是Mokilby 所以三井财团的社长会又叫做二慕会 下面我们介绍一下柱油财团 柱油财团是日本最古老的企业财团之一 有着400多年的历史 其创始人柱油正有出生于1585年 父亲是柴田盛家的家臣 也算是大户人家 柱油家的发家史 始于柱油正有在京都创办的富士屋 最早做的是经营药品和书籍的买卖 柱油的创始人其实和其他财团不同 除了家族以外还有一个叫叶祖的 家族自然就是刚刚提到的柱油正有 毕竟财团都是以他的姓氏来命名的 而叶祖则是一个叫苏我理由卫门的人 可以说如果没有他的话就不会有现在的柱油财团 理由卫门自创了当时最先进的野童技术南满角 并在京都经营着铜矿精炼所全屋 后来理由卫门娶了柱油正有的姐姐 这时又恰逢柱油家取得了别子铜山的精英权 于是柱油正有和理由卫门就双剑合璧了 成为日本官方指定的共同商 主要服务于当时日本一些极具实力的名门望族 其中就包括统治日本长达两百多年的德川幕府 那个时候柱油家族会自豪地宣称 自己就是全球最大的铜生产商 明治维新后 日本掀起了一股向西方学习的开放之风 在此氛围的影响下 柱油也将生意的触角伸向了机械工业 石碳工业 电线制造业等等与同有关的行业 到二世纪初 柱油家族已经迅速发展成为日本国第三大财阀 可惜好景不长 与其他财阀一样 柱油财阀也在日本二战战败后面临被解散的局面 然而不同的是 柱油财阀除了合资公司被解散外 核心产业几乎都被保存下来 因而损失远远没有其他财阀那样大 复活的速度也是比较快的 随着日本战后经济逐渐复苏 柱油财团再次迎来飞跃 旗下多家企业入围世界500强 尽管其在日本经济中所占比例稍逊于三菱和三井 但柱油财团的内部竞争较少 财团的凝聚力很强 一直有着团结的柱油这一说法 如今的柱油财团主要有柱油银行 刚才讲了和樱花银行合并为三井柱油银行了 还有其他的如柱油商市 柱油不动产 柱油化学 柱油电器工业 马自达汽车 NEC日本电器 朝日啤酒等19家大型企业组成 而柱油财团的社长会被称为白水会 这里就是柱油财团白水会的起源 现在这里已经变成了全屋博物馆 很多人好奇为什么叫白水会呢 还记得前面讲的业主苏我旅游卫门最早创办的全屋吗 你把全字拆开来看不就是白河水了吗 有没有感受到其中包含的致敬之情呢 作为家族传承的日本财团 历史悠久或许是他们身上共同的标签 然而在日本还有一家二战后才成立的年轻财团 却在几十年的风雨里 快速成长为日本最著名的四大财团之一 这边是赫赫有名的富士财团 虽然富士财团成立于二战后 但是他的前身安田财阀的历史要追溯到明治维新时期 其创始人安田扇次郎以25万两黄金作为本钱 在东京开办了名为安田屋的钱庄 1879年安田扇次郎获得了政府的批准 以钱庄为基础成立了私营的安田银行 一步步走上了金融起家之路 靠着勤劳诚信与高超的业务能力 安田的银行业务发展顺利 获利颇丰 尝到了甜头的安田扇次郎 不禁蒙发了扩大生意规模的想法 并逐步向纺织建筑铁路交通等领域扩展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 终于初步形成了在日本经济中有较大影响的安田财阀 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爆发后 孙中山的临时政府面临着资金匮乏的处境 此时的外国列强们考虑到个人的利益 纷纷站队清政府 拒绝向孙中山提供援助 而这个时候 安田扇次郎不顾日本国内的反对 向孙中山提供了低息的贷款 也就是通过这样一种特殊关系 安田财阀的许多产业 都与中国开始了密切合作 然而安田扇次郎这种不顾国家利益的行为 在当时日本对外扩张思想如火如荼的年代 让他成为了不少激进分子的眼中钉 1921年 国粹主义者朝日评误冒充律师的身份 来到安田扇次郎的家中 在谈话的时候将其杀死 随后自己也自杀了 此次暗杀事件震惊了整个日本 安田财阀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后来安田扇次郎也被评为 日本十大日监之一 时间到了二战之后 没错又到了财阀解散的日子 安田家族的生意也不可避免了一落千丈 安田银行也被改名为富士银行 直到1966年 安田家族才整合了日产 根金 钱野 大仓 大建等旧财阀系企业 以旧安田财阀系的富士银行为中心 组合成立了富士财团 如今的富士财团由富士银行 当然现在已经与第一圈银行合并为瑞穗银行了 其他还有红丸商市 日产汽车 日立电器 佳能相机 日本京工等26家大企业组成 由于日本人称富士山为芙蓉之风 所以富士财团也又称为芙蓉财团 富士财团的社长会也被称为芙蓉会 通过四大财团的发展史 我们可以看到财团在日本的影响力是巨大的 甚至有一个说法 就是每一个日本人的一生都逃不过三件事情 死亡 税收 和财团 这个说法可一点都不夸张 自19世纪以来 财团便掌控着大量的日本企业 毛细血管深入到了各个领域 主宰着日本的经济名脉 但是比起他们强大的实力 四大财团给社长印象最深的还是其低调的作风 日本的财团总是给人一种神秘低调 如同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感觉 财团的经营策略就如同影子般站在企业的背后 利用自己雄厚的资本和发达的体系 推动着企业的发展 财团将光环较影的明星企业推到舞台中央 自己却隐身背后 闷声发达财 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虽然财团控制了日本大部分的财富和资源 是日本社会的主流 不过在这些财团当中 却没有培养出一个超级富豪 近年来日本的首富地位 被软银的孙正义和优衣库的刘景正轮流作章 而这哥俩的企业都不属于任何财团 这又是为什么呢 其实这和日本的传统有关 日本人讲究集体观念 就算是企业的CEO 他们的收入和普通员工也不会有天壤之别 据统计世界上营业额超过100亿美金的企业中 美国企业CEO的平均年薪是日本企业CEO的10倍 因此在日本的旧体系中 想要出现一位超级富豪是非常难的 然而孙正义和刘景正虽然是日本人 但是都是从朝鲜半岛迁徙到日本的第三代后裔 不能算作是纯正的日本人 因此这哥俩在创业时 就没有任何财团的背景 也就没有了日企的一些传统的素负 软银和优衣库这两家企业 对于传统的日本财团来说 纯属是异类般的存在 有着非日本常规的经营体系和资产管理组成 因此日本首富被孙正义和刘景正轮流作庄 也就不足为奇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 欢迎点赞加关注 我是市长刘洋 我们下期再见